疾管署从上个月26号启动了入境多重呼吸道疾病裁检 最新的检验结果出炉出现了首例感染梅浆菌的个案 疾管署指出这名肺炎梅浆菌个案是12月4号从中国入境的十多岁男童 在机场有发烧的症状而接受裁检 在12月6号卫生局电访追踪 家属表示个案入境的隔天就已经到医院就医 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 经过治疗之后已经退烧 字数身体状况已经好多了